白老大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转过身来,道,杜仲,你该说了,他那四个字,沉声而发,当真具有雷霆万钧之事,杜仲盲道,我,我说了,白老大闭上了眼睛,道,不准有一字虚言,杜仲道,是,这一切,皆是少爷的主意,白老大道,别说这些,说你收到讯号之后,做些什么,杜仲膝盖相碰,得得有声,道, 杜仲少爷的吩咐,他亲手在会议桌上,装了一块电磁板,我一接到讯号,便按动按钮,电灯熄灭,电磁板落下,我在通电,发出磁力,将桌中心的钢板一起吸住,电磁板便隐没在天花板上了,白老大睁开眼来,道,喂兄弟,原来是电磁板压到了钢片之上,再发出磁力,将之吸住,所以才一点声音也没有, 我看出白老大虽然竭力地装出若无其事,但是他心中却是痛心之急,我点了点头,道,白老大,令狼年轻,难免一时误入其秃,你,不要太难过,白老大常看一声,道,杜仲,当晚的情形如何,你说一说,杜仲道,当晚,我根本未动,忽然看到电灯熄灭, 我接到了讯号,便立即依命失为,白老大道,如此说来,那21块钢板,是在小旭生手中了,杜仲道,少爷被老大透气,他没有机会去取,我也未敢举出,钢板仍吸在电磁板上,白老大道,好,那你且按一下撤,将电磁板露了出来, 给我看看,宿重手指,猝猝发抖,伸手按在书桌之上,一排按钮中的一个支上,只听得会议室中,突然响起了一阵惊呼之声,我和白老大,向电视的荧光屏上看去,已见会议室的对准圆桌中心的天花板上,约有三尺剑方的一块,向上缩了进去,而会议室中众人,也已发现了这一件事,人人抬头上望,面上神色, 进阶惊讶不语,露出了方洞之后,一块三尺剑方的薄板,连着如同油压器也是的四条钢条,立即落下,刚好压在桌面之上,压了一压,就像上升器,也就在刺激,白老大力声喝道,钢片呢,只听得咕咚一声,注重连人待遇,跌倒在地,道,钢片吗?应,应该在电磁板上的,白老大,我没有拿过, 我要是拿了,天打雷劈,绝死绝孙,不得好死,难道女昌,乌龟王八蛋,他一口气发了六七个毒誓,几乎已经已无伦次,白老大和我,在像电磁荧光屏上望去,只见天花板上,已经了无痕迹,看不重的情形,他的确未曾取得那二十一片钢片,而白棋尾又立即被扣了起来,那么,这二十一片,本来应该 摆在电磁板上的钢片,到什么地方去呢?注重道,没有了,一切都是少爷和,我动手的,绝无第三人知,我还想再问时,只听得哼地一声,动尖闯了进来,而且提着一个人的后警,将那人间推进了誓来,跌在地上,然后才跨进来,我们一起向那人仔细一看时, 却附近进接一声,心里暗暗称奇,原来那人,并不是白棋尾,而只是一个中年人,我和白老大两人,都附近一待,纵尖是奉命去带白棋尾的,如何带了一个中年人来,我们两人尚未发问,纵尖已经到,白老大,我到的时候,棋尾已经不在了, 这人正在想走,被我捉住,一切情形,问一问他,当可以明白的了,我听了奉奸的话,心中不禁猛地吃了一惊,要知道,白棋尾在近两年来,借着白老大的名义,在外面招摇,语意已经是丰满,他这一走,只怕更索性公然作恶,难以收拾,白老大的面色,也显得极其难看,他并不出声,只是冷冷地望着那中年人, 那中年人浮在地上,连头也不敢抬起来,过了好一会,白老大才叹了一口气,道,成兄弟,怎么你也跟他们胡闹起来了,那中年人抬起头来,我这才发现,那中年人的面色,并不恐惧,只是显得无可奈何,而白老大似乎也没有严厉责备他的意思,看来他们的关系很好,那中年人抬起头来之后,道,老大, 我有什么办法,伟哥兄我是看着他长大的,他求我放他出去,我,只是难以拒绝,白老大道,他走的时候,你可曾看到他带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,那中年人摇了摇头,道,没有,他说老大你近几年来隐墨地底,兄吴大致,他很不以为然。 同行 同行